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11月16日 星期四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首先近期失患雜港 據報有港媽在網上控訴她申請回來的外傭 帶室回家 情況如何 如何把室帶回家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據報佐敦 保齡街有地產泡陷入火海 現場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了解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新請回來的外傭姐姐驚蝶滿頭都是頭塞 港媽就怒炒兼告中介 說倒了三支藥水 那些塞都不死 報道機內文提到 有位港媽日前在香港僱主討論區的Facebook群組發貼文 說她在上水透過一間中介公司聘請外傭姐姐 她表示事先已經要求中介看清楚外傭有沒有失禍 當時中介表示沒有 誰知一入屋 她發現外傭姐姐滿頭都是頭塞 就說還惹給我另一個工人 事主表示已經帶外傭姐姐去看醫生 不過倒了三支藥水都殺不死 就說還生歐歐跳出來 令到她氣急敗壞 最終勸對方辭職 勞軍萬五元的中介費用了兩個星期 更說已經入品小額前債審財署撞告這間中介 就說要還她一個公道 文中更加附上三張外傭姐姐的頭髮的照片 想中可見有一粒粒白色的小粒貼在頭髮之上 不少網民對事主的遭遇感到驚訝和恐怖 就說很微細很容易不會是頭皮的說 事主的留言區回覆網友指 以往都曾經請過一位外傭姐姐 整頭都有幾百粒塞蛋 最後更加惹她和女兒 這次坦然沒辦法讓這位外傭姐姐繼續 就說每晚都睡不到 逐室到兩點多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認真恐怖 話算這位港媽很生氣 當時就找中介介紹這位外傭姐姐 請的時間都先問 有沒有檢查清楚有沒有失 大家知道近來失患的問題都可以說是越來越嚴重 結果竟然都是由外傭姐姐可以說是帶室入屋 這位港媽之前都有經驗 試過帶外傭姐姐看醫生 不過倒了藥水都沒用 結果要勸對方辭職 當中介公司的中介費代代平安 氣得這位港媽要入品小額前債去追討 事件寫上網 成為了今天的網絡熱話之一 另外亦說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佐敦寶寧街地產陷入火海 濃煙供上樓上 消防抱走赤腳的女戶主 報道的內容提到今天11月16日早上11時半左右 佐敦寶寧街40號地下 一間地產公司起火 火勢都可以說是相當猛烈 整間店陷入火海 濃煙供上樓上的單位 消防員到場 開喉灌溝 要望42分鐘後將火救星 火警期間一共七男九女要疏散落樓 其中一名非華裔的女子 吸入濃煙不舒服 由於他赤腳逃走 由消防員抱上救護車送院自你 火警起因疑似電線短路所致 無可搖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佐敦今天有地產店陷入火海 濃煙供上樓 當中消防員出動幫忙抱走赤腳女住戶 辛苦消防員 另外也跟進一下昨晚那宗港鐵飛站事件 港鐵有最新回應 根據HK01的報道列車坑口站飛站 港鐵證實了這件事 就說職員曾經緊急殺停 200位乘客受到影響 報道的內容提到 01在昨晚接獲讀者報料 拍到一段港鐵車廂的影片 顯示一輛將軍奧牙的保林站開出列車 洗經坑口站的時間未有停車 全速行駛 港鐵今天11月16日上午回覆01查詢 證實了這件事 港鐵說事發在昨天下午6時37分左右 當時職員刷國的時間已經即時按緊急鍵 以制停列車 但由於列車已經完全離開越台範圍 控制中心安排列車繼續去到將軍奧站上落乘客 期間約會有200位乘客受到影響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港鐵證實了這個事件 即是在說 因為昨晚01問港鐵的時間未有回應 到今早的時間確認原來真的有飛站的情況 結果當中原來有多達200多位乘客都受到影響 昨天一天兩單 一炮雙響都是港鐵領夜 昨天下午隧道有積水令到停了一小時 另外晚上同樣的線有飛站的情況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內地網友選10個香港的景點 都覺得是容易中伏 即是踩雷 當中西橫泳盤只有竹鵬 另外也說到廟街龍蛇混雜 報導的難民看到 內地旅客來到香港深度旅遊 走入社區打卡 小紅書之上有不少就說不要去的香港地方為提 細嫂不建議遊客去的香港地方 去了可能中伏踩雷 有些還是公認的熱門旅遊地點 究竟哪十大的香港地方 在小紅書之上內地網民呼籲不要去呢 首先第一是重慶大廈 話說位於尖沙咀尼敦道的重慶大廈 一向聚集來自雅非各國的人 而內地網友就認為 重慶大廈人口複雜 而且治安不好 犯罪率看來很高 似乎經常有案件或盜竊發生 另外是金子京廣場 話說金子京廣場雖然是很多內地遊客聚集的地方 但有網民指他只有一個地標 不值得花額外時間去打卡 並提到附近沒什麼看沒什麼走 而且距離附近最近的一個景點都有一段路 第三是妙街 內地網友認為妙街清不上夜市 環境都比較集聯 而且攤檔的數目很少 當反的態度都不是太好 妙街道路紮小而昏暗 有內地網民就留言 在妙街當中有穿著清涼 淡化濃妝的女人 和談吐粗獷的男士 更有穿搭奇怪的外國人 提醒內地人如果在妙街 就不要跟陌生人對話 保護好個人財物 另外就是深水埗 內地網友比喻深水埗 是深圳的城中村 街區環境比較老 而且雜亂的建築 還有紅燈區 雖然深水埗適合入手電子產品 但對於非本地人或身手 可能有被騙的風險 另外還有金魚街 叫那些內地網友不要去 就說他們嘗試 金魚街是寵物一條街 但沒有幾間金魚店 雖然網上出現了 在金魚店裡打卡的唯美照片 但強調 在金魚街的金魚店裡 並不可以拍照 除非有當主 肯開放拍照 另外提到西環泳盤 話說西環泳盤比較難找 而且超多人排隊拍照 對於拍出來的效果 天氣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更加說西環泳盤只是搭了竹鵬 扶手都不是很安全 認為十分之危險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話說近期就流傳十大 香港不建議去的景點 還有最後那兩個分別是 這個堅尼地城 還有這個香港立像館 不過當中有一些地點 礦仔就不同意了 首先礦仔很喜歡去深水埗 深水埗是最接地氣的 即是那裡能夠反映到 香港一些社會白態 加上買東西特別便宜 入手的電子產品很方便 還有那個電子特賣成 很櫃逼 但買東西很適合用 會選會選的話 很多東西都很划算 當然這是內地網民 在小紅書港十大不要去的香港景點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認不認同 不妨劉過言聊聊天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